完了完了昨天晚上,格里芬再次被拍到和卡戴山家族的小妹肯戴尔珊娜在洛杉矶共进晚餐,这已经是四天之内,他们第五次被拍到同进同出仔细看,傻芬的眼睛在放光有没有不出意外,傻芬和肯豆一定是在一起了,是我直言,这是卡戴山家族老子最想事的女人真的,肯豆的身材真的是好啊美到了,有没有人而肯豆真的不是个普通女人, 他的情史估计比傻芬都丰富他和克拉克森在一起过和拉塞尔约会过和帕森斯约会过还有一张和贾斯汀比伯的床照被传出来过,现在又和傻芬在一起,卧槽,刚好一支篮球队啊以后,他们五个就都是同道中人了,以后再也不敢直视这个词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前两天他和傻芬吃饭时,还有帕森斯吉宁魔鲍德温,密奇恩,鲍德温也是乔丹克拉克森的嫌疑有贵圈争,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们的约会以及这种混乱的关系,次点歌会不自觉的想起,曾经看过的欧美大片,这个夏天,格里芬刚刚五年1.73亿美元与洛杉矶快传续约在保罗离开之后,本来大家都对傻芬寄予厚望2K18里,他87的能力值全联盟第三代现在,和卡戴山家的女人在一起,你看傻芬,前两天PO出的训练照,很明显的受了傻芬啊,没有更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啊,你看离开卡戴, 卡戴山,哈登斯乔丹得到卡戴山,TT被炸干这个家族的女人,真的是人肉毒药啊,这就是NBA最佳防守,一阵有没有卡戴山家族,NBA官方指定暖床合作伙伴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卡戴山家族篮球队的阵容首发,特里斯坦汤普森,格里芬,奥多姆,哈登,拉贝尔替补,克拉克森横普里斯不吹不飞,这个阵容,你觉得在NBA能不能打进季后赛?